哎呦聊四季天天的更新 大家好我是Reyo 今天來看Poshimiya人對上波蘭人 這場比賽是天梯的3D殺丘 這場比賽也是帝國戰爭模式 這場比賽是YO對上MDL 先來看一下12點鐘方向的YO 選擇了Poshimiya人 Poshimiya人特色擁有免費的挖進挖石技術 在封建時代挖進速度就會非常快了 到了後期的帝王時代 槍兵傷害是非常痛的 有額外增上的效果 那他的火槍兵是城堡時代就可以研發的單位 因為他化學城堡時代就可以研發 到了地獄時代也可以轉戰車、榴彈炮、槍兵的完全組合類型 後期也可以在搭一些森旅 做出一些應對都是很適合的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對手MBL 在於6點鐘方向出身 選擇了波蘭人 波蘭人是擁有挖石頭的時候 產生黃金的效果 所以他是一個挖石頭最不傷經濟的文明 那波蘭人呢 他的打法比較偏向於落馬跟騎士路線 重裝騎士呢 擁有這個貴族特權 所以一隻只要30塊黃金非常便宜 略克提克遺產呢 可以讓他大落馬或者擴散散散散效果 但嚴格上來說 波蘭人算是一個全能型的文明 不管你是要打強弩啊 還是要打這個戰錘劍勇都是可以的 所以他要怎麼打都可以 但波蘭人有個問題 就是他轉什麼兵都需要耗時間耗支援 而且轉出來的東西 還不一定有特殊能力 只有這個肉馬的部分 比較厲害一點 除此之外都算是比較平庸一點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 兩邊的城堡世代或地獄世代打法 那這邊看到YO是選擇了把自己家裡給圍死 很有可能這個打法是要打直層 這叫城堡世代 然後打戰車路線 那這邊就要來看一下你們挖石頭囉 所以要趕快挖石頭才對 石頭沒挖 選擇了撒農田 這就特別了 不打戰車路線 那有可能是要打工兵轉化學嗎 或是直接打一個城堡世代火槍路線 也是可以考慮的 那如果是要打火槍路線的話 農田撒這麼多就合理了 因為火槍兵是需要肉跟黃金的單位 那MBL這邊走路線也是把家裡圍死的 圍得非常大一片 他的腹地圍得更廣 我們也是開始撒農田 那柏蘭這邊撒農田需要注意到重點 就是要把農田撒到大宗旁邊 這樣一蓋好農田就可以立即收成8% 連復根輪根之後也是獲得8% 所以柏蘭算是四季帝國裡面 踩漏最快的文明 因為肉是給了幾死 不像是阿夫人 是慢慢採收的 好那現在柏蘭人 點下了城堡塞之後 二級農二級伐木 那要不要開個3TC呢 這裡補下了一個 木門 後面補下了一個修道院 好壞喔 這邊補下了雙TC開農 轉出了化學之後 雙射箭場已經補下 而且點下了弓兵鎧甲 看來是要走火箱路線了 那這個火箱路線的最麻煩地方是 柏蘭人 會比較難打 一點是因為他自己要轉弩兵才打得贏 轉重裝騎士的話 數量要大才有可能打得贏火箱兵喔 那不然就是要轉戰毛兵也才行 那我是覺得單純擋對方的火箱情況下 柏蘭人最好的打法就是等戰毛了 畢竟戰毛兵是需要吃肉的單位 那柏蘭人本身這個文明就不是非常缺肉的關係 所以可以考慮使用戰毛 去打火槍 但戰毛兵很怕托石車 所以柏蘭人勢必還是要轉一些東西出來反擊 結果本來想要走 撿這個射鋪 結果對手直接蓋了一共的七隻招數 勝率只能選擇撤退 好 NBL點出了救贖思想 那勝率科技 不然算是可以用的 但勝率戰來說 是沒有辦法打贏的 沒有這個贖對思想 好火箱兵直接射破了木牆 這邊高打低 肉麻打火箱很痛 哇這一波很賺 好稍微招翔下火箱兵 大衛可以直接轉頭招翔後方的托石車 但是怎麼轉轉招翔 這裡有點危險 NBL好像沒有看到頭招翔接近 但是這邊低打高 勝率不會被一發打倒 這個頭招翔要置低了 哇還是死 結果這個勝率沒有辦法 因為沒有神聖思想 勝率的血量只有30滴血 頭招翔低打高 還是可以一發帶走 哇 NBL這邊還是順利的解掉第一波衝突 火箱兵解掉第一波 頭招翔也是 算是一個不錯的開局 NBL算先點下了二攻 因為防物力點個二防的話 對上火箱兵也不是那麼的有用 選家的攻擊力 是17點 正面補了一根城堡 所以還可以守住正面 好我要補下第三個城鎮中心 把TC開在野外石頭礦的地方 那這張地圖呢 左右兩邊都有大量的石頭 黃金的部分 則是在分布在野外少量的地方 所以這張地圖 我覺得對破案來說 是有蠻大的一個優勢在 因為後期這張黃金 本來就不是這麼的多了 所以後期很容易垂劍的情況下 所以他一直產出大肉碼 劣克提克遺產 讓自己的肉碼 或者擴散傷害的效果 瘋狂噴這個大肉碼出來 對於破案人來說 是一個很有力的決策 但是 YO來說 這個文明 他又有槍兵的增傷效果 所以用槍兵去運敷大肉碼 也是沒有問題的 兩邊都有克制對方的方法 那就是在於 差別誰的經濟更好 燒的更強 還有轉變時間點 會比較吃重 在這場對決裡面了 感覺像是這樣子 好 那我們來看到這邊火槍兵需要拉打 但是肉碼一直在後面 這邊火槍兵沒有打算要打肉碼了嗎 還是在射村民 當然這兩隻應該是射不是村民了 最後大肉碼還是解掉了這些火槍兵 好 這時候YO頂下了前存科技 稍微抗下招降 然後選擇了前置城堡 那MBL這邊要趕快想辦法 升到帝王時代 但這邊已經開始在轉騎士了 對族特權已經點好 但是轉中裝騎士 這意味著自己有更好的防護率 跟雛形能力 提示現在是12點傷害 遠距離防護4點 火槍兵打一槍死死3滴 這意味著 這邊只要打到10發子彈 一隻騎士 就可以活了 所以是會死去的 所以狗槍兵近程的累積起來 甩槍會比較好 8隻的數量是沒有辦法秒殺 秒殺這個重裝騎士 我們追 狗槍來了 好 來到14隻 這邊YO準備點下帝王時代 斷了一下火槍 但是YMBL並沒有打算要斷騎士 這些騎士可以繼續給YO更大的壓力 但是這邊有城鎮中心 看來是暫時過去 然後再繞更大外圍圈 到後排 衝進去騷擾一波會更好 好 結果左邊的槍兵跟肉馬抓到這邊 蓋蓋完東西的村民 哇 這個星期必須很舒服 好 趕快更多騎士去支援一下這隻新騎兵 左上面開始往左走 好 騎士鬼往後方開始繞了過去 YO開始轉出了重裝長槍兵 好 我們努力爆騎士 YO升帝王 帝王這邊升上去會有點危險了 這裡有動嗎 看起來沒有 好 趕快圍石牆 好 再繼續圍 把這個牆壁給圍好 OK 暫時沒有辦法進來 火槍兵撞到了 敵士 騎士直接沈一片 剩下三隻火了下來 後面又有更多的 騎士衝了過來 但是這個火槍兵卡的位置非常好 卡這個速從位置 讓騎士的攻擊面積變得最小 好 火槍兵已經出來了 有槍兵在 下就在 現在YO黃金非常多 好 這邊騎士往下衝鋒 高打低 火槍兵被追著打 這MBL沒有碰好而已 但還好 現在騎士數量還是有給到一些壓力 好 右側這位置 把這些重裝強的槍兵給解決掉了 好 正面再次撞到了槍兵身上 這裡不能打 趕快拉走 這邊巨頭 開始慘吧 正面要趕快攻城 YO是先點下了 護衛技術 二級的步兵鎧甲 巨頭司機也馬上點下去 大槍兵的升級也是非常快速 好 後面按了一支夜生旅 稍微反制一下這件的騎士 好 MBL開始轉戰毛兵了 開始有點難受 火槍兵有點難解 而且火槍配槍兵的路線 戰毛兵就能解決了 不然能打火槍這樣的方法 還是轉戰毛兵喔 好 這一波 看起來有點 能夠打得贏 雖然槍兵剛升級好 可能是兩不夠 後面的火槍 還在被追殺當中 騎士一直一直的往前衝 抓掉了更多的火槍 MBL這個重裝騎士打得很好 好 但現在城堡的壓力來了 好 這裡要再來蓋一些軍營 再往前補 防守這個巨型頭司機 後方騎士 再一次嘗試植入進去 但是先敲了房子 這個房子可能會被打破 這裡應該沒動吧 看起來是沒動 進不去 好 拉了一些村民過來 趕快蓋私牆 壓力的防守做的沒問題 帝龍的時代還有15秒 左邊他暫時不會有被 彈進去的問題 後面私牆蓋好龍蓋也是問題不大 好 壓力回到了MBL身上 突然嘗試用作裝騎士 用一般騎士去解掉 唉唷 解了一台巨頭 第二台應該有機會 這個是一個很好的衝鋒時間 但是後方騎士有點多 讓MBL有點退縮 MBL這邊要趕快存一下 300肉 唉 這邊是選擇了轉化學出來 化學點完之後 戰毛病傷害也會比較好 而且可以有火炮可以用 好 這邊MBL點下了硬殺技術 看擊射 而不是先點下了三弓 跟重裝騎士的升級 好 結果右邊 怎麼還是打出了一個洞來 衝了進去 尷尬了 最後補這個石牆 還是補出了一堆洞來 好 這些騎士要拉到底 盡可能把這個生女的招牆給斷掉 正面三台巨頭 繼續給臉上壓力 好 後方的騎士回頭 想要反殺生女 但應該還是會被招走三隻騎士 好 沒有辦法 三隻騎士最後還是被招牆成功 好 生女三隻也倒下 但是兩隻騎士往左邊走 正面的騎士也開始衝鋒 這一波三台巨型投擲機一定要拿下 但是這裡沒有第一時間攻擊巨型投擲機 而是正面迎戰 正方面的槍兵 高打低 解免了一堆槍兵的傷害 其實很不錯 OK 把槍兵全部解完之後 才開始打巨頭 NBL這波作戰打得十分漂亮 各面順利的拿下 後方巨型投擲機 要不要補血呢 還是要補血火炮 好 右側的城堡 兩根守住 左邊這裡有補了一個新的城堡 現在YO擁有控制石頭的優勢在 NBL可能要想辦法去右邊或左邊拿下石頭的控制權 這樣才可以產生棍就是黃金喔 原來NBL這邊挖石頭可以產生黃金的關係 黃金要趕快回復起來 可以趕快挖 這裡也是 看這裡沒有黃金 可以安全的挖 居然城堡就在前方 沒有黃金的話就沒有重裝騎士 沒有重裝騎士 YO就沒有壓力 這裡還是要趕快想個辦法 好 剩下YO轉出了大車陣戰術 大車陣戰術一好 大會火槍兵火炮 就可以移動速度再更快一點了 NBL這邊在嘗試想要往前走 但是發現沒有動 騎士也開始往左繞 這邊找到了一個新的礦點 這裡轉了一些五十八戰車 五十八戰車打戰毛病效果很好 YOO這時候轉出了戰車路線 機械化開始 MBL則是轉大洛馬 沒有黃金了 只能走這個無黃金的方案 也是三攻沒有點殺 對於大洛馬的傷害能力 會有點折扣在喔 點個三攻 傷害還是比較優勢一點 騎士繞過來 看到一堆伐木的村民 回頭打一下 重重騎士 過來反擊一下戰車 大洛馬升級好 開始狂慘 大洛馬 這一波大洛馬騷擾有點麻煩 火槍兵火炮已經做好了準備 還有城堡 現在列克體克遺產能不能點下也是個問題 甚至三攻也是 好 這裡決定先點個三攻 再讓大洛馬傷害變成正常的傷害值 波蘭的大洛馬比一般的洛馬 傷害再多個兩點 所以總共是13點傷害值 大洛馬直接一瞬間殺掉後方的火炮 大洛馬上前正面迎戰槍兵 但槍兵傷害死在太高 直接瞬間戳掉大量的大洛馬 大洛馬最後是沒有辦法 抓掉太多的火槍 但至少抓他一台火炮 MBL如果要走洛馬路線的話 農艇可能要再繼續撒 現在村民數並不是很夠 村民有點斷斷續續的再出 後方火炮的部分還在努力生產當中 好 五隻洛馬 要衝掉了 現在工兵鎧甲也慢慢補下 提升一下戰毛兵的生活能力 好 重裝起司往前 這個牆要低嗎 不用 直接貼上去 秒殺一台火炮 歪歪這時候才意識過來 有人衝了過來 左邊的火炮直接被收掉 好 但是被圍成的還是MBL MBL沒有辦法打出這個突破口 是一個一大的一個大問題啊 在自己移動城堡也沒有 雲頭時機也沒有辦法產生出來 到底要怎麼攻城呢 超強火炮 被逼退 MBL 再繼續給對手壓力 好 最後招到了一隻火槍 攻城工程師點好了 MBL 還是要轉大衝車呢 他要打斷大衝車的話 木頭也需要很大量才行 好 所以回頭擊殺掉了 五隻把戰車 六龍僧鎧刀牆到了一台火炮 火炮的第一時間被刀牆之後 被火槍兵給打倒 後方僧鎧要趕快繞跑 哇 現在家裡壓力太大了 但是正面的城堡被三台火炮可以拿下 原來左邊有火炮的攻勢 順利的拿下這根城堡 這個黃金鐘可以重新開挖 MBL又有呼吸了 原來剛剛呼吸不多 全部的焦點都在右側 但左邊城堡 偷偷用了三台火炮 順利拿下了 好 這裡補下一個榴彈炮 怪歐也開始要拿出自己的看家本領 最可怕的機械化單位 榴彈炮 還有工程工程師也要升級好了 打回火炮 就可以擁有破傷傷害的效果 落地範圍更廣 傷害值更高 好 工程工程師也點好了 現在工程方面 YL是暫時優勢的 MBL防守會比較劣勢一些 好 這些戰毛兵反擊槍兵效果很不錯 動裝騎士 看到了後方這一堆火炮想往前 在後方只有火槍陣等著這些騎士們 這些騎士只要被打跑 留彈炮升級傷心 血量變成90滴血 攻擊力50 剛才提升了10電的傷害 火炮打一發 打到了差邊 戰毛兵往前走的關係 並沒有打到太多 結果後方4台火炮高打低 最後順利的拆掉這根城堡 後方的戰毛兵要趕快去打火槍了 火槍收到城堡裡面 好 站一下 火槍炮盡可能的反擊戰毛兵 但戰毛兵完全不怕打 有沒有 差了一個戰毛 還有千千萬萬的戰毛 好 這裡火炮繼續拆除這根城堡 這根城堡好像有機會可以打回去 好 戰毛兵 結果直接被火炮打成一排 全部倒光 但是戰毛兵又慢慢陸陸續續的補了出來 城堡最後還是順利拿下 有戰炮 並沒有辦法反擊高地的火炮回去 好 左側的部分 YO並沒有太多的騷擾 這邊帶一些僧侶過來招降至地的戰車 好 右邊施力 開始轉往左側 開始進攻騷擾 YO這裡轉出了長劍兵 要走劍兵有志了嗎 那劍兵的話 是比較消耗低的單位 沒有太多資源的時候 轉劍兵是可以低消耗 又有常駐正面的能力的效果 好 不管是要打戰毛兵 肉馬不是相當好用 所以YO這邊轉劍勇 是稍微能理解的 那我是覺得這邊可能轉個火 大戰車喔 大車跟直速轉個胡思派戰車會更好 胡思派戰車搭上槍兵 好 就可以有效抵抗對方戰毛兵 但是戰車又很害怕火炮 所以有可能YO是故意到這一點 來選擇了劍兵有志的策略 好 這些重重騎士 YO這邊攔截得非常漂亮 直接收掉 這裡有一隻大肉馬 突然6的進去 好劍兵有志 還有30秒 YO還補下了肉馬的升級 感覺MBL還是處於非常劣勢的 YO在右邊的礦區已經全部拿完了 結果這裡一直有肉馬溜進來 偷偷在打人 這裡BD效果非常好 這裡大肉馬想要直接衝到後排 抓榴彈炮 榴彈炮要是能抓掉一些數量那就可賺 但是後方槍命實在是太多 最後只能拿下一門榴彈炮 後面的火炮小心了 這隻火炮可以往前打 哇 這一炮直接打倒兩台榴彈炮 榴彈炮直接倒地 但是MBL也是被換掉了一門火炮 現在火炮的部分是YO弱厚了一些 但三門火炮還是有機會 可以展出了更多大肉馬 所以MBL也開始有一些小小的打鬥 哪裡有一些火箱守住肉馬的騷擾 好 這邊高打第一傷害還是不錯 好 YO這邊 這門火炮有機會 差一刀拿下 完蛋了 劍兵勇士過來 暫時沒有辦法 能解 能展重裝騎士 MBL 現在什麼都缺 重裝騎士趕快補 有重裝騎士才打得贏劍兵勇士 還好 波蘭的重裝騎士 超級便宜 但是要消耗來說的話 YO的消耗可能會更低 MBL可能還是會被消耗殆盡 用它圍起來 這裡圍起來之後 MBL就失去了 操擾對方的能力 還有四門 YO再轉了一些 劍兵勇士 來提升了一個火炮塔 挖了2700多的石頭 拿來出火炮塔 確實適合 好 榴彈炮砸個一發 大量戰毛直接倒地 兵努力戳 想要戳掉這些重裝騎士 這波重裝騎士可能會硬上 因為這裡不上的話 槍兵所謂上高地 反而會讓自己更利的事 所以這邊一定要利用高打地的傷害效果 好 但是如果這邊硬換的話 騎士的數量就更少 MBL經濟一直處於非常差的一個狀況 臭明書一直只有在100層左右 好 現在 歐西米亞劍兵勇士 槍兵混著出 側面扛線能力就會不錯 流彈炮做一個後排主力 專門打戰毛 跟對方的火炮有 還有建築物 這就是 波西米亞後期承襲後 很難產的問題 YL其實也可以點下金關 不太改革 讓自己有生理的效果 可以反視對方的火炮 或是招對方的騎士也可以 但是招波蘭騎士 並不是那麼的划算 因為一隻造價也才30塊錢 好 後方 大羅馬再次往前 所以 這火炮只差1滴就可以拿下 MBL又 往回 防守了一下 槍兵這邊要上高地 急速努力擋住 好 內部應該有點擋住了 急速數量不夠多 槍兵努力的往前 很扛 好 左側的位置 MBL開始有點難受 大同被抓到 這時候打出了GG 我們恭喜YL拿下比賽勝利 哇 最後MBL出了171隻的大羅馬 跟137隻的重裝騎士 渾10出了渾身結束 最後還是打不贏YL的機械化 雖然這個機械化 後面突然又變成了步兵戰 深化配機械混合打法 看起來YL還是9個蛋炮 更有優勢一些 好 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經濟的部分 最後是由YL拿下出資源上的勝利 食物的部分稍微輸了一些 畢竟MBL的大肉馬 大中原可以產生非常多的肉 剩餘的部分 則是拿到了5生物 所以後期的黃金更是遠遠不絕 好啦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差不多到這了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 請記得幫上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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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吧